大家看见没 四条鱼 今天还是来这个老地方钓鱼 这个地方有几十条草鱼 之前和猴哥放鱼网的时候捕捣过一条 然后昨天钓到了一条 这个是小溪的一个回水湾 然后这个水坑很深的 将近有三米多深 今天还是一样 钓耳料 玉米 还有蚯蚓 今天把蚯蚓带过来 昨天钓了一条草鱼 看一下今天钓得到 那些草鱼全躲在那下面 刚才我来的时候 我看到了四条 然后刚才又有好多草鱼跳起来 今天钓得到 如果钓不到的话 钓到一碗小白条也可以 这个料专门钓小白条 小鸡 现在开始钓 这一根鱼竿专门钓小鱼 大边那个鱼竿专门钓大鱼 上了一条 啥鱼啊 一条小鲫鱼 怪怪 这条鲫鱼还可以 蛮大的 入库 来进去 又种 双飞 双飞小鲫鱼 来入库 跑了 又种一条 这条啥鱼啊 鲫鱼 一条小鲫鱼 这条鲫鱼这么小 可以啊 嘿嘿 这个鲫鱼要养起来 放在鱼池里面去 可以可以 两个手指这么大 还不错 跑了 上了一条 一条小鲫鱼 嘿嘿 大家看一下 这个鲫鱼还可以 比较大 跌着掉 今天天气好热 后悔 没带那两伞过来 不停的在流汗 衣服都快湿了 今天是高温 将近30蓝鲫 双飞小白条 这个小白条可以 挂住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白条 差不多两个手指这么大 可以 受干 受不掉了 太热了 我感觉热得都快头晕了 现在差不多中午11点多 快12点 以后 大中午一定不来钓鱼 选择下午4点过后 感觉这人都快倒下了 不掉不掉 会中暑 鱼价 让我去鱼塘那边看一下 就钓了 大三十条吧 大三十条 这个鲫鱼 白条 现在已经到鱼塘了 现在这个鱼一天比一天大 然后咱们去看一下鱼 给大家瞄一下 现在这个鱼一天比一天大 大家看一下这大头鱼 大头鱼有两斤多 这黑鸭鸭的一片全是鱼 回家喽 回家吃饭去